以戏如人生 小琪姑娘前两天就遇上了一件极其戏剧性的事 小琪今年22岁了 是一个演员 最近在恒店影视城拍片子 一天早上6点多 她赶往片场 路上基本没什么人早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男子静止走向了小琪 突然拿出一把剪刀顶在她的胸上 威胁说 咱们到一个毕竟的地方聊一聊 小琪是个演员 平时见惯了剧组的大场面 并没有被吓到 而是冷静地说 你有啥事再说吧 我还敢去拍戏呢 男的说 我身上没钱 你给我250块钱 我要买车票 这个数给不给呢 无奈之下 小琪用支付宝给男子转了250块钱 收到钱的男子并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对着小琪深深地鞠了一躬 说我以后有钱会还给你的 这在恒店拍个戏 抢个钱 戏都这么足吗 事后小琪报了警 原来啊 这名打劫的男子和小琪 真的是同行 也在恒店影视做演员 可总是没有剧组找他拍戏 那没戏拍 那就没收入啊 他又经常泡网吧打游戏 入不敷出 就想出了打劫的歪招 目前男子已经被刑事拘留了 这怎么说演戏不行 抢戏倒是挺专业的 还居上一躬啊 戏怎么那么多呢 这就是个人 我妈妈的项目 我妈妈的